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星期五的時候 陳肇始及聶德權專程去到機場那處迎接科興疫苗 但是不少的專家都走出來暢淡科興疫苗 最新的一位就是政府指定的專家顧問梁卓偉教授 他正式表態說不會接種科興疫苗 反而會接種來老科BioNTech即是復必泰疫苗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繼梁卓偉教授表態以後 其實政府指定的四位專家顧問 已經有一半說明了不會接種科興疫苗 因為袁國勇教授之前也說到 說他只會是相信自己研發的噴鼻式疫苗 剩下的兩位所謂專家 一個就是許樹昌教授 一個就是福田敬義教授 福田敬義就不用說了 他長期都已經不發聲不說話 也沒有表態也沒有人問他 另外一位許樹昌教授也不敢回答 他純粹說這個屬於私人問題 叫記者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就是說許樹昌本人也沒有承諾會打科興疫苗 更不用說福田敬義教授就沒有表態了 就是說四位政府指定專家顧問當中 暫時來說是沒有一個人表態說會接種科興疫苗 這就是事實 到底梁卓偉怎麼說這科興疫苗 他說科興第三期初步臨床數據的有效率下限 是未達到世衛組織的標準 市民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注射哪一款的疫苗 他還表態說他會在港大營運的疫苗接種中心的樹 是接種BioNTech的疫苗 即是復必泰來老貨那種 他說這個接種中心也會招募市民參與研究 追蹤大家接種之後每天的身體情況 以了解這個疫苗的影響 即是說說來講去他始終對於這科興疫苗都是彈多過讚 也不會跟隨林鄭等人去接種這科興疫苗 先兩天政府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 開了一次會議 會後這個委員會認為接種科興疫苗的好處遠大於不接種 60歲或以上的人士同樣可以接種 為何這個說法是跟梁卓偉教授說的東西差那麼遠 而且這個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在記者會上所說的東西 簡直是令人非常詫異 他說了什麼的話 他就說60歲或以上的人應該可以打 你作為科學委員會主席 似乎說話的時候都沒有什麼信心 可以打就可以打 不可以打就不可以打 就沒有說什麼應該可以打 你自己作為科學委員會主席 原來你都是爬爬爬的時候 你怎麼能給得到信心的市民 他還說簡單來說 如果你60歲身體健康 無需有任何控制 都可以去打 他還說叫記者不要把疫苗給來給去 你想等那個就等到夠 你自由選擇來的 就沒有說對或者不對 我又不同意你這個說法 為什麼那些疫苗不可以給來給去 首先來講疫苗它既為藥品 其實也是商品來的 因為特區政府用公帑給錢買回來的 就不是民建聯所說的那隻中央送給你的 所以你作為一個商品的時候 市民其實也是叫做消費者 他一定有權益來知道 究竟他打這隻疫苗的時候 那個有效率的保護率是會有多高 副作用又是什麼呢 如果說來老貨那些外國的疫苗 起碼來講在英國 或者在以色列亞聯誘都打了很多 起碼來講它是提供到一定的數據 讓香港市民知道 那個疫苗大概會有什麼副作用 諸如此類 甚至乎有些在英國住的香港人 都已經被安排去接種疫苗 他們又會在網上分享經驗 或者分享副作用是什麼 這些就值得大家去參考 那為什麼不給他來給他呢 市民去做消費行為的時候 你打針其實也是一種消費 你那隻東西要給錢的 是不是 好了 他去打針之前 想清楚他應該去打哪一隻 有什麼問題 那條命是屬於市民的 為什麼不可以給他來給他呢 牙牙烏就好嗎 差不多先生為之好 我不同意這件事 他還說到市民要等就等 是自由選擇 香港的特色就是有個人意志 那我又認同了這一句 市民就自己去等 他現在得科興的時候 他可能不打字 那你再有來老貨來到的時候 他可能考慮一下打不打 那是好事來的 就不需要特區政府的官員出來三催四請 嘩 好像很趕忙那樣 沒什麼急 急什麼 老實說 你那些疫苗都給了錢的 對不對 你給了錢的 那些疫苗 就算你那些疫苗有沒有人打也好 有沒有效也好 你給了錢就行了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我都不明白 那些官員經常走出來做show 不斷催人家打陳肇始 出來催 張建宗出來說 這些疫苗科興到港 就是等同於為香港打出一支強心針 整群都好像在那裡擦鞋 說那些話 實情那些疫苗運到香港 你錢又給了 交易是完成的了 你運到的時候 你就等那些市民自己去選 你為什麼這麼心急 我都不明白那些官員 說到科興是神弱 是保品 實情那些專家說的 又跟你們說的是不同 什麼叫做打好過不打呢 高本欣教授不是這麼說 他說你打之前要想清楚 如果你打了一支保護率較低的疫苗 打完之後 你第二針就不能夠轉到第二支 你要打回同一支 所以就一定要想清楚 尤其是科學委員會的主席劉宇龍 人家記者問到他 什麼人適合打科興 什麼人適合打BioNTech 他說這些全部都是沒有足夠的數據 是一種感覺 你這樣說的時候就糟了 科學委員會在講感覺 你以為談情說外 科學的 科學是講什麼 就是講研究 講數據 講實證 你竟然跟市民說 你是講感覺 你叫市民如何托付信心去信你呢 好了 到今天 這個陳肇始局長又出來說 他看到坊間對於打疫苗是有疑慮的 不過他就強調為了自己 家人甚至是社會 他就認為疫苗一定是打就好過不打的 早打又好過遲打的 能夠令到社會盡快有群體免疫 也都可以畏著盡早恢復通關 以及其他的經濟活動提供到有利的條件 他所說的就是跟科學委員會說的一模一樣 就是打好過不打 早打好過遲打 既然他這麼想打的時候 他就先打 而且哪一個支持他 就各自去登記打這個科興 不需要說出來宣傳得這麼厲害 而且他說坊間對疫苗有疑慮 什麼叫坊間 你說一般市民牛頭各順嫂 不是 坊什麼姦 梁卓偉教授 袁國勇教授 是政府指定的專家顧問 哇 原來這個專家都為止是坊間 我以為他是有一定的官方身份 原來他有坊間 高本欣教授 講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那個又坊間 醫學會會長蔡堅又坊間 什麼叫坊間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總之說到凡親有疑慮的那些就坊間 那就可以了 你官府對這個有信心 你官府先打 你不需要不斷催別人 還說要盡早恢復通關 你有沒有問清楚那些市民想不想 其實現在很多住在新界的人 就已經習慣了沒有自由行旅客的生活 你一通關的時候 不只是你通別人通過你 一大堆遊客衝下來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那些叫做報復式消費 肯定很多人湧下來的 到時候你這個東鐵線頂不頂到 十二卡降做九卡 只是接載完線居民都已經慢慢緊 你還要放那些自由行旅客來通關 分分鐘在羅湖站就已經爆滿了 你真的要顧及一下居民感受 不一定每個人都想通關 比如說屯門那些很多居民都飽受困擾 一有自由行旅客下來的時候 整個商場全部都是自由行旅客 巴士站那些跨境巴士又排到打了蛇餅 這些全部都是擾民的行為 所以你說通關 可能有些好恨大陸的 那些就自己去打得夠 但是你不能說趨市民打的 還有你說要恢復其他經濟活動提供有利條件 你好像搞到有種脅迫性 當然他不是逼人打 但是為了恢復經濟活動提供有利條件 打疫苗就不是唯一的因素 你控制疫情控制得好的時候 就一樣可以灰火 所以你說這些說話是多餘 當然張建宗說的更加離譜 說會帶來及時雨 那你就自己去打吧 那三思十二局 不過最搞的就是那個許樹昌教授 現在連梁卓偉都表態了 當初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就說這些是私人問題 叫人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那為什麼人家可以表態呢 梁卓偉這麼大方呢 你說打哪一隻而已 現在只有兩款 一種科興一種BioNTech 不打一隻就打第二隻 或者你好像袁國勇教授 你說我三隻都不打的 我打自己那隻 我自己研發的 他當然有這樣的 力量來說這番話 一般民眾就不行了 問題就是 你自己也是一個專家 而且他也是科學委員會的成員 你的科學委員會談完之後 就說這隻科興疫苗是打好過不打 別人才問你許樹昌到底你打不打 你建議別人打好過不打 別人問你的時候 你說這個私人問題 那怎麼說得過去呢 梁卓偉是好東西 他就說不打不打就不打 沒有罪的 這是自願性質的 為什麼你不敢說呢 而且這位許樹昌教授 過往所說的事 我都認為很多是有問題的 別人的市民戴著口罩去郊野欣賞紅葉 他又出聲又不抵得 別人去拜年又不抵得 又說有問題 現在特區政府說要放寬一些 所謂抗疫措施 他又說太早了 你想怎樣才行 你不是想全部人混在家裡最好 你要適可而止 有時候說的事情 你是專家也不是很大 你在中大做教授 你每個月一打保有良出 你當然不知道民間的情況如何 失業率升到7% 很多行業現在叫做苟然殘喘 你還想搞多久 大家都知道你在大龍鳳 你做過就算數了 有些事情 現在的數字都回落了 大家是算數了 有些事情 你還想怎樣才行 你想逼到那些人怎樣 是不是 人家工作要生活 不同你 專家 所以我認為這個人說的事情很有問題 他很喜歡說話 很喜歡對民眾的行為作出規範 我不知道他博什麼 你是不是想做升官法財還是怎樣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